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们进来看一下四倍体 那什么是四倍体呢? 在我们兰花游的时候 你购买的时候会有四倍体 这个名词 像这一颗就是一颗四倍体 什么是四倍体呢?简单的说 我们通常的 染色体啊,在人类啦 或是动物染色体呢,它是成双成对的 我们称为两倍体 那植物方面呢 大部分的植物在一样 在它的染色体方面也是成双成对的 也称为两倍体 但是植物它可以容许四倍体的存在 就是两对 两个 要怎么讲呢? 要算是两个 两个染色体的成对的 成对的 就变成四个就对了 那通常呢,在植物的方面呢 如果有四倍体的话 它通常会有一个巨大化的现象 巨大化现象 通常不是叶子比较大 就是花比较大 或者是根比较大 这个是 就是 就是 一颗四倍体的个体 你可以看它的四倍体的根会特别的粗 那叶子相对也没有那特别的大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根特别的粗 基本上它的花呢 到时候也会特别的大 通常呢 通常四倍体它的 那个花形啊 或者是花都会比原本的两倍体来的大 两倍体来的大 那这种有些是诱导来的 诱导来的就是利用 主制培养啊 或者是利用 在繁殖的时候 利用诱导的方式去让它产生四倍体 有些是自然产生的 都有可能 那其实还有有些植物也会有三倍体的现象 那三倍体其实不能繁殖 因为在它筋卵配对的时候 减速分裂的时候 它就会没办法做配对 那这个四倍体呢 通常它相对而言 会比一般的个体来的大 花也会比一般来的个体来的大 所以呢 有些特别的兰元呢 它会希望收集到兰种 都是四倍体的兰种 那这时候呢 花茎会比较大 颜色可能 颜色不一定会比较深啊 但是它花茎一定会比较大 然后它植株也有可能会比较大 所以这每一种不同的种类 会有略略的差别 或者略略的差别 这个是四倍体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倍体 然后它这个叫 一样哦 就是巴斯蒂娜 巴斯蒂娜 反正不会念啦 你看它两倍体啊 这是普通的两倍体 它根就是这样稀稀瘦瘦的 就差很多 那一样的一样的品种 但是相对而言 你会发现它的根系啊 在四倍体上壮非常非常的多 也粗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有开花的话 到时候再把它们的花拿来做比较一下 你就会知道说四倍体的花就会特别的大 通常特别的大 会比正常的两倍体大上许多 大上许多 所以这也是南界的很有趣的现象 很多兰花它都希望说它有四倍体的存在 因为四倍体它的像说你外面有时候买的时候 它会特别强调这个兰花是四倍体 四倍体 那主要强调的原因就是 四倍体它的花会比较大 有些花会比较鲜红 就是颜色会更加鲜艳 或更加饱和 相对于一般的种类两倍体而言呢 它的身体身比较强壮就对了 比较强壮就对了 相对于一般的一般的个体而言 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见啰 拜拜